六年级华文 第十五课 巧儿秀龙 阅读与理解 第一题 巧儿所居住的海岛面对什么问题 他打算如何解决 巧儿所居住的海岛遭到一年的干旱 葱绿的大地变得荒芜 他希望能够秀活一条龙 让他喷水化雨 第二题 根据课文 疏离巧儿的性格特质 善良 临危不乱 坚持不懈 不亦言败 第三题 为什么老白龙愿意帮助巧儿 他如何帮助巧儿 老白龙被巧儿的善心和诚恳的心打动 于是他现出原形 让巧儿秀出龙的样子 第四题 第四题 巧儿把龙给秀活了吗 为什么你有这种看法 巧儿 巧儿把龙秀活了 巧儿把龙秀活了 当老白龙施法让秀龙飞起时 天兵天将误以为那是真龙 把龙秦回天宫 第五题 看了这篇 看了这篇故事后 你得到了什么启示 遇到困难时 不要轻易延弃 应该想办法解决 真诚会打动他人 寻求协助时 必须诚恳和谦虚 第六题 分组讨论更精彩的故事结尾 并演绎出来 结尾 大鱼把秀龙淋湿 秀龙从天而降 天兵天将恍然大悟 重回白龙西秦拿老白龙 玉帝忽然现身 巧儿向玉帝求情 玉帝于是命老白龙 从此确保海岛风调雨顺 保护海岛人民安危 保护海岛 第七题 把同音字按读音归类 并构词 去 去 去 赵 赵 赵 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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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题 读准以下句子中 啊 的音变 孩子 咋 你这几日茶饭不思 有什么心事 啊 第九题 第九题 读一读以下句子 认识夸张修辞手法 巧儿的绣工可真撩的 绣出的红虾蹦蹦跳 绣出的鱼儿摇尾巴 请客之间 他便喜滋滋地说 龙爷爷 我绣好了 陈思 太子 一读以下句子 线 引 努力 人 是